棒棒棒棒棒 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那个小熊水彩视频 第六期 然后最近十一放假嘛 然后我也比较高产 然后差不多这一星期录了这第三期了吧 然后也嫌没事干 十一嘛 然后北京人也多 哪也不想去 然后也没有女朋友 然后就录视频呗 这一期录的比较仓促啊 因为是晚上嘛 晚上突然群里一个妹子说 想画个什么东西 然后我一听 正好我也想画个那个 然后我就给画了 画了之后顺便给录视频算了 然后还是先起个线稿之后 先铺一层水 这个水上期没好好讲给大家 然后导致我机友画的时候 把整幅画全铺了水 然后看起来很恶心 然后我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水的铺法是 不是把整个画面都铺上 要把这个水 怎么说呢 就是跟 就跟一不小心撒在了纸上那样 就这一块那一块的这么铺 就别铺太多 然后铺散一点 然后这样的话 点上颜色之后 它会流畅自然一点 而且不会让整个画面看起来太单调 然后铺完水之后刷底色 这个底色是多弄几个颜色 然后给它一层一层刷 然后刷的时候它就自己会往旁边颜色给跑嘛 就它就会自己晕染 然后这个点点 然后我教教大家怎么点点 就是 拿那个笔 先调颜色再调到盘里 然后调完之后呢 嗯 沾很多水 沾很多水 然后把这个颜色再调一块弄成一个大点 然后沾在笔上 沾在笔上之后 然后拿起笔来 用这个中指或者实指 敲这个笔杆 然后那个水滴就会自己下来 然后这个点还可以控制大小 是水量决定的 你调水调的越多 在那个点就会越大 然后调水调的越少 就会打出一个个小点来 然后也都不难看 这个大家试一试就行 反正这个很简单 然后现在这个笔色就快干了 干了之后大家就能发现 之前因为先铺了一遍水嘛 然后点上颜色 就看这个画面的这个四周 就颜色四周 都会有一圈那个水迹 那个水迹就非常好看 这就是水彩的感觉嘛 所以说大家铺底色最好就是先拿水 给它小范围的这种 一块一块给它先铺藤水 千万别像我记忆那样 一下把整个画面全铺了水 那样就很难看了 然后铺一下那个肤色 因为这幅画是一个日式的嘛 日式画风 然后肤色 就是两幅色 一个底色 一个阴影 就是很简单 也没什么可讲的 然后头发也是 先铺一个透明底色 然后由于我一开始铺底色的时候 就把那个头发那一块也稍微铺了一点 那种渐变色 然后所以说这次铺头发的时候 我就我就把那一块给省略了 就让它融到背景里 显得漂亮一点 然后尝尝它眉干 再点一点那些 那些漂亮颜色 让它混进去 然后这幅 然后这幅画也主要是总说 比较简单吧 比较简单 大家学习起来也比较容易 然后想临摹的也能临出来 不和上一期一样 上一期是纯是我个人风格 然后一般也不可能临出来 这一期画比较简单 大家想学的话可以多看几遍 多看几遍之后 即典就能学会了 非常简单 然后现在勾一下那个眼线 这个眼色视频拍的不好 它应该是很多颜色的 然后现在视频看了 就跟一位黑条一样 我当然是用的 深宗 再加上 深宗调了 画了两笔 然后 土兰画了两笔 然后胡兰又画了两笔 然后它不是一个黑条 然后再把那个阴影给加一下 其实这个画日式画法 这个脸不必太讲究 这个日式画法 它主要那个颜色变化上 是体现在头发和背景上 就是 然后现在给大家展示一下这画的人物 由于 由于这幅画是群里的小伙伴上画的 然后我就给小伙伴报张照 这个叫 这个叫 芝芝 是个萌妹子 然后 还有它两只小号子 这也算是同人图吧 就是画的 它和它两只小号子之间的 激情故事 嗯 和题目有一定关系 我题目准备起个什么 呃 萌妹子 看萌妹子 如何玩弄自己的两个小东西 是不是很邪恶 我发现我妈妈变成标题党了 然后 之前的视频 很普通的标题 就是什么守护教程啊什么的 然后点击量也不高 自从我变成标题党啊 然后第五期弄了什么 呃 呃 女人凶大难都是好吗 然后这样的标题之后 然后我发现 点击量一天都能到五天 我觉得标题党真好 然后大家想 想关注的 或者想想那个 多多学习的 可以加QQ群吧 然后QQ群也会在下方 逐渐显示给大家 反正就算一个群 然后我多而显示两个 多而显示两个 大家想进去就加进来了 然后现在头发和脸都画畅多了 我们搜一下别的地方 这个眼睛 日式放啥 主要就是眼睛一定要画好 这个眼睛是 呃 底色铺一层 然后深色铺一层 再在里面点上一点 其他色相颜色 就比如说我这会儿画 我眼睛铺完底色和那个 重色之后 我又在里面加了加了那个什么 加了一个叫祖母绿 然后又加了点儿菊红 然后让它显得漂亮一点 这部画是怎么说呢 我之后还用那个钢笔勾了一些线 因为我觉得今天画这个勾线好看一点 然后我就勾了 我平常画画就是不勾线的 因为我觉得勾线 就没有水踩的感觉了 因为这水踩这东西 本来就讲究一个 那个笔触 一勾上线的话 那个笔触就完全看不到了 然后这幅是勾线现在效果还不错 然后最近呢 也也是挺闲的 从前闲的没事干 从前没事就画画呗 从最近群里也进了不少人 然后进了不少人之后 大家都有说有笑的 然后 然后天天群消息都好几千好几万条 就搞得 搞得就有些图清静的人 退了 那我很伤心啊 然后差不多 以我的观察 从见群到现在退了有 七个人了吧 好伤心 然后 但是我现在突一下这个小毛套 或者 那个下个两只小 以人耗子 突一下那个厚色的底色 我还是得等它干嘛 这个水踩画湿画法最主要就是等它干 它只要干了你总画都总画 它掌握水分量不只是 调水的时候掌握水分量 它在有等它干的时候挺容易 那个掌握水分量 比如说 等它全干的时候画 等它干干不干的时候画 出来就是两种效果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七分干 三分干 二分干 这个 都是不同的效果 就是大家有空 所以 而且别来多尝试一下 尝试一下 就会发现 你们画出了很多不同的效果 比较好看 然后这幅也是画挺蒙的 挺蒙的 然后最近 最近也没什么事 没什么事 就天天闲着 然后它这个小猫的帽子 小猫帽子我本来是想画一个带颜色的 然后画到 画了一半 突然突然觉得这个 和底色不但配合 然后就给它画了一个那个 嗯 就是那种白色的帽子 但是里边还是有很多颜色关系 然后一会儿加上了一些那个背景 加上一些背景色 然后这个帽子就能凸显出来 这个画飞材 千万要那个铺颜色 就是一层一层 也一片子给铺的很重 大家注意观察就会发现 我画 我画所有颜色都是一开始 结合一层 嗯 非常非常淡的 非常非常淡的颜色 然后不见地把这层颜色就是随着加的颜色啊 随着调的浓度啊 慢慢加深 这样才能出效果 如果一下子加很深的话就显得发闷 这个画发闷了就不好看了 然后也是画两个小萌物 两个小耗子 两个小耗子和一只猫 然后都是迷人画了 然后那个猫就是 就是支支同学 然后两个小耗子就是 他养的两个小东西吧 然后耗子第一说 那个 那个 你看 那是什么 好大一只啊 然后耗子哥哥又说 哎呀弟弟 快跑快跑 那是猫啊 那是猫 好可怕 好大的眼睛 好大嘴 好大猫子 好大头发 那是一只猫 然后猫又说 喵喵喵喵喵喵喵 故事大概就是这样 好大猫 然后哥哥拉着第一个手 怎么我得缠上骨头 呵 哎呀挺美的 哎呀 这画之后我要给它画了 看了一个历史 今天有一个 挂着盒子 今天 啊 别放了那个 也太挺好的 大家有什么建议啊 有什么需求啊 不必发 嗯 我可以摊考上 对 还好看 啊 什么什么奥护者暴照呀什么这种 发上来我也只是还好看 还好看 然后现在就购一些线 然后我现在是买了一个那个叫 什么胶带 就是美丸胶带 然后买个美丸胶带很便宜 几块钱就一卷 然后把它给缠在笔的那个握笔处 然后每支笔都缠这么两圈 然后拔起笔来就很舒服 就不会太滑 而且出的汗也不会粘在那个笔上 然后用起来很舒服 大家可以模仿一下 对 就是在笔上都缠一圈那个美丸胶带 就非常舒服 手感也很好 画起来也不会很累 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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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俗の中には何もない ドラーグの青茶と薬 一度毎に胸がふわふわ 不安が満ちてく 半分寝てるその指先も ベタベタと粘る髪の毛も 何一つ嫌いなもんなんて あるはずもないな 死にたくて死にたくて そっと間違って傷をつけて 手首は傷ついた 体力汚れてる 締め切った僕の丸太 カーテンの隙間に汗がきても 気づくなくない 自分たちの襟も坂行きも 本当のとこ人のことなど 気にしてる暇もないくらい 忙しそうだしな それにしても何この味を ありがちな家族と人生 何一つ誇れるのなんて あるはずもないんだ 眠かくて 眠かくて ずっとこのまま 痺れるほど眠ったら 起きて リンゴかけて眠る 無意識を通って 世代にベランダに登って 風が吹いても 飛べるはずない あんなに好きな笑いも 実際に飛んだ末でさえ 夜に僕のことを規定するの 夜に僕のことを規定するの いつしか 体力汚れてる 締め切った僕の瞬間 カーテンの隙間に 朝が来ても みんな 笑って そんな日だ 晴らしだ ずっと続くよって 眠っていたら それから 言えるはずから 言えるはずない 夜にしてしまう 夜にしてしまう カーテンします カーテンの隙間は 一瞬間に ステを作った場合に 雙が何か連内の隙間に 雙が信じて 何か別の隙間に いさえ というところは 何かと同じ 出力が必要なかった 何かのは何か必要なかった 時間を掌握 大家花时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